欢迎来到小春电影,我是小麦 本期分享冷门家片,心灵的冒险 英龙玫瑰·海伦娜·伯汉卡特担任女主角 故事发生在十千世纪的英国 方琳十八的塞琳娜是个漂亮活泼聪明的贵族小姐 母亲闭逝之后,她的家境日渐萧条 而这一切全都源自塞琳娜附近的好赌成性 这天塞琳娜刚回家不久,得知父亲又在独馆寻乐 她心里莫名的惊慌忐忑,总觉得事情不太对劲 而塞琳娜能做的,也只是对着父亲的肖像 祈祷上帝能保佑她赢钱 在人来人往的赌管,塞琳娜父亲玩得兴奋至极 她已经赚到了几万英镑 就在塞琳娜父亲打道回府时 道德败坏的洛基勋爵逮住了她 由于家族有过节,两人一言不合吵了起来 禁不住洛基的挑衅,塞琳娜父亲决定和她玩一回刺激的赌局 规则非常简单 投资点出多的赢,投注不设限 然而解决下来,塞琳娜父亲连连失手 赚到的钱输了个金光 洛基用言语继续刺激 使塞琳娜父亲赌上了自家的庄园 结果还是输 洛基还没玩够 她诱骗塞琳娜父亲写下女儿的赌注 洛基表示,假如自己输 赢到的钱全部归她 假如自己赢,她就拥有和塞琳娜结婚的权利 塞琳娜父亲囚徒末路 投倒一婚,竟答应了下来 可她的好运并未来临 这一局再次失手 短短几分钟,塞琳娜父亲输得倾家荡产 女儿还变成洛基的胜利品 众目睽睽之下 她失红落魄地离开大厅 这一幕被以冷血闻名的沃肯伯爵目睹 由于看不惯洛基的做法 沃肯主动发起挑战 当场压下十万银宝 没想到沃肯投出了十二点 于是堵住再次一主 落入她的囊中 彼是个闭房间传来一声枪响 原来塞琳娜父亲浑然不知 沉浸在输掉爱女的愧疚中 以难自尽 一日半晚 沃肯与几个友人来办访塞琳娜 他们本以为女孩长相丑陋 谁知道一见面 沃肯就被迷得是婚天岛 身穿白色睡衣的塞琳娜 宛若一位长发仙女 那双鹤绿色的眉眸 乌黑柔顺的浓密长发 对之让沃肯一见倾心 而塞琳娜默接受一切 她已经准备好父亲名下的地契 长期享受今天的电脑名单 而为了利益最大化 沃肯计划将塞琳娜家的庄园出售 作为塞琳娜的监护人和婚约人 沃肯将搭接到自家庄园 曼迪克生活 甚至同意对方带上女仆和爱权 就这样 两人的命运在赌注上连接起来 可谁对谁都一无所知 沃肯优雅的举止 高雅的贵族气息 足以让所有少女注入爱河 但塞琳娜和其他人不同 她没有显露一丝好感 而外表冷若冰霜的沃肯 也将爱慕之情深藏于心底 作为当地最大的私人庄园 曼迪克装饰的富丽堂皇 保存着大量的油画和雕塑 家具有着手工雕刻的机细质感 可说话刻薄势力的沃肯母亲 根本没给塞琳娜好脸子看 她只是疑惑不解 为何这个陌生女子 突然变成了自己的准儿媳 当晚沃肯母亲安排了塞琳娜的入住 却给了一间最阴暗 最潮湿的破房间 女朋友有些不满 塞琳娜倒是无所谓 她表示虽然沃肯冷酷无情 但总好过嫁给阴险的洛基 然而这时情况并不乐观 沃肯母亲同样势赌如命 因为数年挥霍无度 她早已囊出羞涩 塞琳娜目前一无所有 但婚后能从基金里 继承八千英镑的财产 沃肯母亲基于塞琳娜的财产 她殷勤地为女孩激心打扮 让其出席在自家庄园内的赌场 而私底下沃肯母亲 则给她撮合各类相生 这些人不是年老体弱 就是面向猙獰 而陷害塞琳娜父亲的洛基也在现场 塞琳娜见到她掉头就走 这让沃肯母亲牺牲遗迹 她决定和洛基合作 那问题来了 沃肯冷酷无情 她母亲贪婪无厌 洛基又一嫌狡诈 塞琳娜单打独斗 怎么看也是输的节奏 所以接下来 塞琳娜在庄园中东闯西碰时 偶然遇见了已故的沃肯父亲 电影才揭晓出复杂的人物关系 原来老沃肯结婚后 饱受年轻妻子的物质摧残 婚后不久 沃肯母亲就用赌博 让家族走上绝路 为了挽回濒临破产的家族 老沃肯只能炸死 让儿子继承伯爵头衔 从而获得丰厚的继承基金 这起丑闻 让沃肯不得不接受父母不合的现实 此后他变得专制又费是疾俗 内心就像一扇上了锁的门 而沃肯和母亲的关系 早已是水火不容 一方面沃肯母亲开设赌场不说 还利用庄园的秘密通道 走私违禁物品 另一方面 沃肯母亲拒绝儿子结婚 她不准任何人来取代自己 接任庄园 沃肯一直打母亲没办法 是因为对方用丈夫在世的秘密 做危险 事情一旦被揭穿 沃肯的爵位就属于非法 整个家族会身败名裂 另一边 正如古堡的童话一样 该来的爱情总归会来 虽然塞琳娜和沃肯相见甚少 但少女怀春已见眉雨 直到某日 两人才有了第一次面对面的聊天 但让人惊情的是 沃肯干脆停在房门前 鼓起勇气向塞琳娜求婚 塞琳娜心如怒撞 闪电般地躲到门后 她怎么也不敢相信 平时冷酷无情的沃肯 竟然有着一颗 因爱炙热起来的心 只不过故事不会用一句 我爱你 就转入幸福的结局 男女主人公还将经历种种磨难 这天塞琳娜被仆人告知 门外有客人找她 但当她刚走出门 就被别人拖进了马车 对方支持塞琳娜业务的洛基 她和沃肯母亲暗中操作 用两万英报把女孩买了下来 一到车上 洛基就露出凶狠一面 她企图玷污塞琳娜 结果眼上 一个强盗半路杀出 硬是截停了这辆马车 这时候塞琳娜一口气说出事情的原委 恳求强盗将自己带回曼迪克庄园 好在强盗只是劫财 她的本性并不坏 于是洛基被扔在原地 塞琳娜有惊无险脱离了魔爪 事后沃肯拦住了一不遮体的塞琳娜 从她的口中才得知母亲的卑鄙行为 沃肯意识到这样拖下去 塞琳娜迟早会出事 所以她决定择日关闭庄园 并坚决和母亲断绝关系 另外和沃肯母亲一秋之后的洛基 仍对塞琳娜贼心不死 她和沃肯展开决斗 但在裁判下令前 洛基提前举枪射击 导致沃肯失负重伤 闻训后的塞琳娜心急如焚 立即骑上骏马连夜到达沃肯住处 又因劳累过度 她抵达住宅时体力不支 直接昏迷倒地 等到塞琳娜醒来 已经隔日中午 下次见面 沃肯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她表示曼迪科需要一位女主人 而塞琳娜也不再遮掩 一口答应了她的求婚 然而沃肯母亲在春荫中 她企图除掉塞琳娜 沃肯母亲机心布置了婚房 接着还准备了婚纱 正当塞琳娜失穿婚纱之际 女仆喝下了沃肯母亲准备的红酒 结果当场中毒身亡 为等塞琳娜缓过神 沃肯母亲手拿一把利剑 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 塞琳娜东躲西层 最后逃到了庄园的地下通道 糟糕的是 失踪度日的洛基也躲在安岛深处 塞琳娜刚逃到拐脚口 就被她抓个阵着 但沃肯母亲鬼迷心窍 要洛基再掏出一万英镑才可放人 而后洛基表面假装答应 身后却掏出小刀 结果可想而知 沃肯母亲被她一刀刺死 等到沃肯赶回家中 她发现死去的塞琳娜女仆 接着又看到被母亲独死多时的父亲 于是沃肯赶忙前往地下通道 而这段爱情也迎来了终极考验 沃肯捡起母亲掉在手上的剑 急身拦住想要逃跑的洛基 经过几个回合较量 洛基动不过勇猛的沃肯 整个人无力招架又狼狈不堪 要命的是 塞琳娜偏偏就在洛基的身旁 她用刀抵住女孩的脖子 威逼沃肯脚械投降 趁着洛基的说话间隙 塞琳娜拿起船上的铁链 使劲砸向对方的脸部 最终洛基大势已去 被沃肯一剑刺穿心脏 至此阻碍沃肯继承绝位的隐患 一一解除 两人的婚姻也不再受到任何干扰 奥基林人且不苟言笑的沃肯 被纯洁善良的塞琳娜打动 她不再把自己的情感 引在重重灰尘之下 经过一次心灵的探索 塞琳娜成为麦蒂克庄园的女主人 担任起繁荣家族的使命 伴随着欢快激昂的交响乐 两人在婚礼现场幸福拥吻 整部电影圆满落幕 观看电影简说 关注小春电影 我是小麦 小伙伴们 别忘了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点赞 下期栏目不见不散咯